轮胎作为汽车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行驶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轮胎的大小也是一些老司机判断车辆价值的依据之一 在行驶的过程中 轮胎起着缓冲和增大摩擦力的作用 所以当乘坐一些好车时 人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几乎没有感受到颠簸 但是轮胎也面临着胞胎的风险 胞胎的事故有多严重 安装无气轮胎吧 再也不怕胞胎危险 现在车辆上所使用的轮胎一般都是充气式轮胎 也就是说 充气的内胆被橡胶所包裹着 由于内胆中含有的是气体 为了防止胞胎的情况发生 所以对于车体重量有一定的限制 而一旦发生胞胎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例如8月21号在长生高速公路上 由于发生胞胎 车辆将长达100米的钢质护栏压平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无气轮胎来了 风潮式设计 无气轮胎的短板和不足 无气轮胎上市了 所谓的无气轮胎指的是 轮胎的内胆被特殊的风潮型结构取代 这样一来避免了爆胎所带来的风险 二来提高了汽车的性能 除此之外相当于传统的充气式轮胎 无气轮胎还有以下优势 首先缩短了汽车的制动距离 因为无气轮胎的抓地性能更加优异 其次车身的重量得到了增加 可以载更多的货物 有过开车经验的朋友肯定知道 汽车爆胎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一旦爆胎后 车辆瞬间就会失去控制 假如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这类事情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无气轮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